Hello 各位好 我是博盛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博盛今天要帮各位分享的是我们REV4 REV4它本身配复的12.3寸的一个影音系统 那里面有插座的部分 它改成有Type-C的一个插座 那我们开始帮各位做分享 那我们把镜头转到前面哦 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这个是12.3寸的一个音响主机 音响主机 那我们现在 开个灯 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底下的插座的部分 它已经升级 改成Type-C的插座插孔了 Type-C的插孔 目前可以看得到这里 我们的盖子的部分 盖子的部分它是已经改成我们的Type-C的插孔 那网络上有 能反应就是说那我需要播放MP3 或者是水声碟的话我需要怎么准备呢 什么东西呢 那博士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可以到那个网络上去购买 或者是说到 那个虾皮 或某某其他的 电视购物频道或什么 你可以找一下 有像这种Type-C Type-C 那它变换成USB 后面是USB的插孔 你可以购买一个像这样的USB 前面是Type-C 转换成USB的一个插孔的一个功能 那像我们现在把它插上去 它这个一个是Type-C转成USB的 的一个转换器 我们把它插上去之后 如果说你要插水声碟的话 就可以播放了 那像这样已经插上去了 那我们准备一个水声碟 我们把它插上去 OK 好 那现在就是Type-C转成USB 我们又插上随声碟了 那我们的音响的部分 我们到这边 切成我们的 USB随声碟的部分 好 那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是随声碟 现在播放的是随声碟里面的歌曲 里面的歌曲 他是可以播放MP3的 也可以播放MP4 如果说你是有影片的部分 他就可以播放影片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歌曲是有版权的 那我就没有特别的去 播放给各位看一下 那因为 这个部分有牵扯版权的部分 所以我就大致上带过 那这上面是随声碟里面的音乐 随声碟里面的音乐 当你去点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播放 就可以播放我们随声碟里面的音乐 如果说是有MP3模式的话 MP4也可以播放 这个歌曲的部分都是可以透过我们随声碟 去做一个播放的部分 ok 好 那我看一下如果有没有 这边是我们的媒体柜 媒体柜的部分 然后他有资料夹 如果你的随声碟里面有分资料夹的话 就可以像这样去播放 我们要的歌曲 我们要的歌曲 那也可以在我们旁边去调我们的等等话器 旁边我们的等话器都可以去调 包括我们的音乐啦各方面 这个都是有MP3里面的音乐是可以播放的 那以上这个就是博盛在这边各位分享的 如果说你是 我们12.3寸的一个音响主机 12.3寸的一个音响主机 那如果说想要转换成随声碟的话 就像这样 只要准备一个Type-C 准备一个Type-C的一个插孔 一个转换器 我先把它跳出来 那我先把它拔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像这样 随声碟 然后 准备一个 这个 后面是USB的插孔 那前面是Type-C的插孔 那你去买一个像这样的转换器 你就可以把随声碟直接插在后面 就可以播放了 那这边插上去 插起来就像这样 那以上就是博盛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 如果我们的Type-C 需要播放随声碟的话 那麻烦您可能就是像 到网路上去购买一个转换器 就可以插随声碟 就可以插随声碟 直接播放随声碟上面的音乐了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边了 如果说 对这个12.3寸的一个影音系统 随声碟的播放方面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我们底下资讯栏留言 那感谢各位的观赏 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分享的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了 还没有订阅的观众们 记得再帮我们订阅一下 ok 拜拜 大家好我是博顺 那我们这边补充一下 我们现在播放的是MP4的一个影音 的那个影片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点出 如果说你的随声碟里面是有影片的话 或者是说有MP4的格式的话 可以像这样就可以直接点我们的影片 那你可以看到有影片的部分 点进去之后 点进去之后 我们只要把它跳出来 跳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影片的部分 就会出现在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有播放 这是随声碟 随声碟里面的影片 他是可以像这样放大的 直接在行进间就可以去观赏我们的影片 那以上就是博顺在这边帮各位补充 我们的MP3MP4 MP3的音乐档 或者是MP4的影像 都可以在这 透过我们的随声碟 透过我们的随声碟 随声碟的部分去做一个播放 上面可以看得到的这个 那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做分享 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再帮我们分享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感谢各位观赏了 ok 拜拜 感谢观看